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三轴稳定器正可以帮助我们在拍摄时实现画面的稳定 不论固定 走路 跑步 旋转等镜头都不会产生抖动 从而让我们得到平稳流畅的画面 谈到单手持三轴陀螺仪稳定器 不得不说到它的鼻祖 2014年上市的影龙星云四千 作为全球首款单手持陀螺仪稳定器 它的到来引爆了整个稳定器市场 如今影能最新发布的星云4100 是星云四千经典版的升级版 它将如何延续经典再创辉煌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星云4100的开箱及配屏 打开外包装可以看到星云4100的包装采用了皮面材质的一体成型便携包 星云4100的便携包的外观呈流线型结构设计 非常小巧紧凑 便携包的拉链和正反面都应用影能公司的logo 在一侧还有专门的背带挂扣 方便实用 同时整个表面非常的光滑且厚实 可以很好地给4100提供保护 防止受到碰撞等损伤 打开便携包 我们就可以看到星云4100的真机了 可以看到 背包里有一根专门的扣带 将星云4100牢牢地固定在便携包内 确保它不会在包内晃动或开包时不慎滑脱 同时便携包的内侧采用柔软的材质 大大提高了它的减震性 可以保证4100机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被划伤 除4100主体外 星云4100标配的还有智能电池一块 电池充电器一个 便携包专用背带一条 以及说明书一本 在使用星云4100之前 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配屏和调整 星云4100是由按键集成手柄和电机云台两部分组成 电机云台中包含三个电机 分别控制稳定器的 抚养 横滚 和旋转 星云4100全部采用免工具锁扣设计 在调节相机位置时无需任何安装工具 即可直接调节 星云4100净重990克 可载重1.2公斤 支持所有微单和部分单反相机 本次我们就以 索尼A7S2相机配2470镜头来给大家进行示范 在使用之前 我们要给星云4100的电池进行充电 拿出电池和充电器 将充电器的输出接口插入电池上的输入接口 再将充电器插入插座中 此时充电器的指示灯会显示为红色 表示正在充电 充电时间大约需要一小时左右 充满可正常使用两小时 当指示灯由红色变为绿色时 则表示充电完成 将充电器的接口从电池上拔出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安装电池 在星云4100手柄底部 请按照箭头指示方向 将电池仓盖打开 将电池按照图示的方向装入其中 再关闭电池仓盖 第二步 我们将相机底部的四分之一标准螺孔 对准4100保护笼上的四分之一旋钮 将它紧紧的拧在一起 将相机固定在保护笼上 第三步 我们来调节相机的前后重心 拧松保护笼底部的保护笼螺丝旋钮 轻轻调节相机的前后位置 直到我们将相机上台45度和下压45度都能保持不动 就表示相机的前后重心调节成功 拧紧旋钮即可 第四步 我们来调节稳定器 复养轴的高低重心 先将相机镜头朝上90度 打开复养电机旁的复养轴锁扣 轻轻调节相机的前后位置 直到我们可以让相机向上前倾45度和下压45度都能保持静止不动 即视为复养轴高低重心调节成功 关闭复养轴锁扣锁紧即可 第五步 我们需要调节相机的横滚重心 将稳定器横滚电机下方的横滚轴锁扣打开 按照同样的方法 左右调整相机位置 直到调节到相机左倾和右倾45度 相机都能保持不动的位置 就表示相机的横滚重心调节成功 再将横滚轴锁扣锁紧即可 最后 我们来调整相机的旋转重心 我们将星云4100整体倾斜45度 如果出现这样的偏转 则证明相机的旋转重心不在中心位置 接下来 我们打开旋转轴上的旋转轴锁扣 轻轻调整旋转电机的前后位置 直到调整到整体倾斜45度 也不会发生任何偏转的位置 即视为旋转轴重心调节成功 关闭旋转轴锁扣即可 所有的调频已经完成了 这时只需要将手柄处的电机开关键轻轻向左搬 就可以开启星云4100的电源了 星云4100就会自动校正进入工作状态了 以上就是星云4100开箱和配屏的教学视频 更多星云4100强大的功能 我们将在下一集为您分享 若想要获取有关星云4100的更多信息 请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 影能星云 或登陆优酷影能国际自媒体频道进行观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